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澳門的賭收 大家都知道其實4月份只有16.77億 接著5月份就算有五一黃金周 都是只有33億左右 如果是這樣給的話 其實澳門這裏的賭收是跌得非常之厲害 但是美國的賭城拉斯埗加斯的賭收就不斷上升 根據外地媒體的數據顯示 美國內華達州的賭場4月份錄到博彩收入 是有11.3億美元 即是說是88.7億港幣 跟澳門比是多了好幾倍 現在我們再看看以前澳門來說 賭收是已經超越了拉斯維加斯 但是現在澳門的賭收反而是差過拉斯維加斯很多 其實就現在這個數據來看 海外的其他賭業都已經是慢慢恢復著 包括新加坡也都是復甦得不錯 但是反而看回澳門 在環球疫情開始緩和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賭收反而是叫做越跌越低 跌到去跟剛剛疫情開始的時候 是有這麼長的幅度 其實現在在澳門來說 會賭的人除了旅客之外 其實本地人都佔了不少數 如果本地人的錢都輸得差不多的話 其實賭業都真的沒有運行 再加上如果是多了人去賭錢的話 其實對澳門來說 整體社會或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你知道賭是會出現問題的 你贏別的話可以很開心心 但如果你要出現一次過輸得多 甚至家要借錢去賭 那樣的話就Sir會出現社會問題 以前來說澳門以我所知 的確是有很多人因為賭 把賭到發生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 再加上現在澳門其實 都算算是很難找工作 以我所知有不少年輕人或找不到工作的人 都去到賭場希望賭下懶 或是少少地每日賭少少 就賺回生活費 但這樣可以講得上是長賭必輸 就算是上年老人家 都有不少是想著用這個方法 去賺回多少少的生活費 再加上其實現在不少的賭台 註碼都是越來越低 甚至我聽到是有50元台 不只是100元台是50元台 你這麼低的註碼也是吸引了不少人過去賭的了 那你們又怎麼看今集的內容呢? 下邊留個言語我知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